監視器拍下颱風肆虐 夜市攤商招牌搖搖欲墜 最後整個倒在地面 情況超級慘烈 風雨過後 夜市攤商重返現場 有的人攤車整個被吹走 有的人則是被屋簷壓毀 攤商們拿著大大小小的機器 修復自己的身材工具 損失多少暫時不敢想 何時能營業 沒有時間表 不只光滑夜市受創慘重 林亞區的新中商圈也是滿目窗移 招牌倒得倒歪得歪 夜者忙著收拾善後 回憶三號風雨肆虐之際 余計有存 東西都是到處亂飛 都不敢出門 出來看到那個招牌 那麼大隻的招牌掉下來 我真的花毛 夜市攤販糖炎 他們都是看天吃飯 只怕山屯離去之後 雨暫時別再下 讓他們好好清理善後 只怕能把傷害降到最低 聲音新聞綜合報導